那我們來做練習 有一個彈簧 就是二年下的練習 虎克定律 然後呢 外力橫坐標 彈簧全長為重坐標 曲線 問你何者正確 這是對的 有沒有過遠點看就知道 全長 全部的長度 然後呢 是不是跟全長成正比 也是看就知道 那C就是要 C就是稍微要用所謂的 為他搭起的橋樑處理一下 請問你 誰是對的 誰是對的 誰對 看一下 誰是對的 三四 三十四 你的答案 你選豬 你做 好 每增加二 增加一 減少二 沒有外力 就原來 減少一 所以就是八 所以就是對 OK 那停車戰界問 C選項 五克重多少 五克重應該多少 五克重應該多少 他那個答案 他那個答案是錯的 他說是十點二是錯的 對不對 那你看多少 一樣 為他搭橋就知道 為他搭橋就曉得 多少 多少 沒有女生喔 不會吧 那麼九 九號 多少 十點五 很好 我喜歡 請坐 為他搭起友誼的橋樑 每增加二 增加一 有個五 加多少 加一 加二會加一 加一會加 0.5 這邊是人 十點五 所以答案就叫做十點五 搭個橋就解決了 這有公式啊 五位定律有公式啊 會有個 YF等於什麼Delta X8 KYYY這些公式 我通常都不這樣做 搭橋就解決了 搭橋就解決了 OK 了解嗎 了解 很好 好下一題 電器九 又是五個定律 彈簧各處生長量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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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請問你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控制變音法我們還沒有教 控制變音的意思就是 不會變的東西 沒有改變的因素 叫做控制變音 OK A對嗎 然後呢 B要算一下 然後呢 C也要算一下 阿豬還是要算一下 好 那請問你 你要怎樣 誰對 為他搭橋就可以了 請問誰是對的咧 停車戰界問 誰是對的咧 好帥哥美女 可愛的大帥哥叫做 27 27 可愛大帥哥27 來 你的答案 不會喔 真是悲慘阿 淒慘阿 好可憐阿 你做了 你做了 來 大家瞧 每加2 加0.6 沒有法碼 就是襯盤嘛 襯盤上放法碼對不對 沒有法碼就只有襯盤 只有襯盤 增加2 增加0.6 減少2 減少0.6 所以 1.2 所以 我們就是 沒有 沒有法碼 只有襯盤的時候 我們的伸長量是1.2 然後呢 1.2是0.6的兩倍嘛 所以表示重量就是2倍嘛 那你本來是兩個法碼是0.6 1.2等於幾個法碼 4個法碼嘛 那一個法碼10公克 所以4個法碼幾公克 40公克嘛 所以我就知道是40公克 我就知道40公克 OK嗎 可以嗎 好 那停車戰界問 這個是豬選項阿 還有一個B選項阿 5個的時候是幾公分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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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車戰界問 5個的時候是幾公分阿 5個的時候是幾公分阿 No.11 7 11 你講啥 你說2.7喔 請坐 答案呢 每增加2 增加0.6 5 加1 加1多少 增加2增加0.6 加1增加 0.3 2.4加0.3 答案叫做2.7 答案叫2.7 OK 好 最後一個 那只掛蹭盤 這剛我已經寫過了 這剛我已經寫過了 只掛蹭盤 剛才已經算過了 增加上多少 他的選項呢 只掛蹭盤 增加上多少 這其實我剛才做第一個答案的時候 跟你報答案的時候 我已經報過答案了 我已經報過了 來帥哥 30 你說啥 1.2 這算你答對 好像太難可能 因為我已經報過答案了 好請坐 剛剛講過了嘛 每增加2 增加0.6 只有 蹭盤 就是沒有 法碼 0個法碼 減少2 增加2 增加0.6 減少2 減少0.6 所以呢 現在要多少 1.2 1.2 就是 這個 為他搭起友誼的橋樑 來練習 我們後面還有兩題吧 我們後面還有練習 我們下次再說 OK